朱亮王顺四个人 来到奎华港临时公馆的门外 朱亮把拐棍一晃高声含吓 开棚府的人住在这儿了 蒋平在不在 方叔安在不在 都给我滚出来 他这大善大叫这么一喊 走到的老百姓就围了不少 谁说这哪来个老头这么邪乎 这干什么呢 人们不敢靠近 站的哪的都有 张着大眼睛在这看热闹 单说店房里的火气 张望里边端饭呢 往外一探头 这哪来的这是 怎么这么厉害 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 蒋平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朱亮他们公然敢堵着门来叫阵 四爷听完之后 魂飞天外 手中的饭碗落地 快点击哈 刹那间 开封府的官人 全都来到了 小七杰 小武艺 老一发的英雄 足有三四十位啊 蒋平当众宣布 事情发生变化 有人堵着门挑战 听意思好像是飞剑仙呢 逃出他 别人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大伙儿看个怎么办 年轻人管这个 四叔 四大呀 事到现在 不是鱼死 就是网坡 给他拼了 给他拼了 让他有来无回 大家是各拉刀尖 落胳膊挽袖子 往外就闯 蒋平一看 慢着慢着 我咱可这么说啊 谁都得听命令 哪一个想胡来可不行 看我的眼色行事 蒋平明白 这帮年轻人 不管天不管地 真要伸生手 背不住把命就断送了 现在自己是当家人 得对大伙儿的安全负责呀 蒋平这一强调 众人这才点头 四爷率领大伙 赶奔变门外 等蒋平出来 一看把脖子又缩回去了 他一瞅真是诸亮 后边跟着那凶僧陈东坡 还有贾徐良 此面金刚王顺 白莲花燕丰 这都九打交道 四爷恨得牙根痒痒 心里还害怕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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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援兵未到 请的人不少 都没来呢 光靠我们这点儿 真是一蓝即十啊 把四爷可真击坏了 但是 事到了现在 不豁出一头去 也不行了 蒋四爷把小脑瓜一捕了 卖大步 来在店门前 手捧峨眉双四 一阵的冷笑 嘿嘿嘿嘿 哎哟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猪老监客吗 几位挺好吗 朱亮一看是蒋平 望他后头一瞅 一般都是熟人 在阎王寨 没少了大交道 飞剑仙朱亮 冷笑一声 蒋平 蒋挫子 没想到吧 知道本剑客干什么来的吗 摘你们的脑袋 你要实时务的 把兵刃放去 乖乖的让我把你捆上 带到我们山上 交给总侠大债主 听平法诺 你免遭凌辱之苦 如果把本剑客给激怒了 今天我踏平殿房 杀你们个鸡鸡鸭不胜 是恶犬不留 你信不信 陈东坡 叫唤的比谁都凶 阿弥陀佛 江挫子 究竟你打算怎么办 不服的 过来 他把金旗盘晃得是呼呼山响 小弟兄们就想往上冲 但是蒋平有话在先 他不让谁打 谁不敢过去 大家怒目横眉 在旁边拉着架子 但是说蒋平 真有经验 什么场面没遇上过 四爷尽量控制住心情的紧张 脸上还假装乐着 我朱亮 我真服你了 真是贼胆子 胆大包天天包着胆子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开封府临时的公馆 你竟敢公然跑到这叫号 好 高个英雄 有骨气 不过咱可得把话说清楚 你来的目的究竟想干什么 蒋平方在我都说了 你没听见吗 让你们土豆搬家滚出奎华港 这属于爹云风轻松狼牙剑的地盘 没有你们立足之地 这是头一个 第二 你们这几个当头的 必须跟着我赶奔山上 前去认罪 第三 爱虎 龙天标 还有红文 钟林 这几个人 必须给我交出来 给我们小姐报仇雪恨 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是吗 还有没有 您把那话都说清楚 都把它讲出来 就是这些 哎呀 朱老健客 我看你没睡好 在这说梦话呢吧 我还有几个要求 讲 我这要求也不多 也是三个 第一 你们来的这几个小子 赶紧把兵刃放下 任凭我们法洛 第二 我们要平山灭寨 第三 我们要捉拿杀徐良的曹人 给山县徐良报仇 三个条件也缺一不可 不然的话叫你们有来无回 其实蒋平是咬着后曹牙说的 事到了如今 他是当头的 他不横着点 那不就完了吗 明知都干不到 也得这么说 朱亮扁扁头 讲错的 我真服你了 你纯粹是个无赖呀 为从说此话 不怕风大扇了舌头 好好 咱们别斗口 三个条件也罢 三百个条件也罢 是罗子是马 牵出来溜溜 过来吧 你们哪个不扶 先会火分界先 蒋平一回头 看了看手下这些人 他当时 挑谁也不行 能打的都没来 就都上去 也不是飞舰先生的对手 死也一想 也罢 我先豁出我这条老命去吧 我死了 也就尽心了 蒋子爷想到这一晃 峨眉四 就跳到朱亮面前 姓朱的 休要猖狂 四老爷陪你 大战八百合 招 峨眉四一分笨朱亮的眼睛 朱亮往旁边一闪身 峨眉四走空了 飞舰先冷笑一声 蒋错的 就你这两下 还在我面前显示 我要叫你能过去三个会合 我就不叫飞舰先 蒋平说你少说废话 招 轮峨眉四就砸 朱亮使了个海底捞月 拐棍望上一截 他了 一对峨眉四全飞了 当起有十几帐号来 翻着个往下掉 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吓得 躲一躲 峨眉四落地 江平再看 湖口都震破了 干脆到不了人进前 四爷转身刚要走 朱亮的拐棍就到了 江挫子你快踩一只 笨四爷的腰擦了 江平一看不好 这挨揍也得会挨 要真打腰上 骨断腰舌 干脆我把屁股给你得了 这肉厚有弹性了 揍一下还差不多 江平是实在没招了 脚尖一点地 身子往上一挺 这一拐棍正奏屁股蛋上 打得这个脆快 啪 把江平在殿外 抽到院里头去了 苦痛一个根 都摔倒在里 再看屁股 一条大紫领子 再想动就动不了了 江四爷疼的是 无关挪移啊 痛苦难当 南辖斩雍飞 合宝剑就上去了 三个照面 宝剑飞了 南辖捡宝剑的时候 飞行小太宝 钟林上去了 几个照面 不是人家的对手 他怎么能打这锅朱亮 朱亮也知道 他这锅里有毛病 我呀不碰你的锅 小娃娃 你休想叫我上当 钟林上干使劲 使不上 不碰锅里边药出不来 日月飞行小太宝也见了汗了 方叔安在后地看 我说会 咱别卖不了的书 该都在这戳着 人家欺负到咱家门口来了 弟兄们 上得了 哇 大伙各拉家伙 往上就闯了 朱亮身后那三位 也不示弱 拉家伙 往上 就散开了 一团混战 就在公馆的门前 这顿打呀 老百姓还没见过这种热烈的场面 一个个全吓傻了 所幸的还没有人死 正在这关键时刻 在奎华港的大道上 来了几个人 这几个人都骑着马 本来没事想找个电房 可是一进这镇子口 发现钱的围着不少人 马上这个主 平身去往人群之中看了看 一手打仗的 他就问附近的老百姓 乡亲们 这怎么回事 老百姓一看 骑马的是个漂亮小伙 岁数不大 这这 我们也说不清 反正是开封府的官人 跟山上的贼正在动手 这帮贼也太猖狂了 堵着公馆的门前来叫号 这这大城混战 请问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吗 啊 你没看吗 那年轻的那帮人 人多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 这小伙文凭此言 甩这个鞭就跳下马了 咔 甩掉殷兄长 一伸手摁崩荒 咔崩 拽出一条宝家伙 叫金丝龙临 闪变 批 这个殷兄喊了一声 兄弟们 大家闪一闪 开封府的弟兄 不不要担惊害怕 责任们不要畅狂 毛家大 咋老百姓 头顶时就蹦起来 这小伙子往人宠当中一站 把宝刀一横 把他们双方给分开 朱亮不知道来的是谁 他要做点充分准备 故此虚荒一招跳出圈外 陈东伯 王顺 雁丰 与此同时也跳出圈外 开封府的人退归门内 当时就把这场子亮出来了 叫这小伙突突在这一站 多数的人不认识他 有没有认识他 也有 谁呀 小五义的大爷 玉面专注白云生 白云生擦着眼睛一看 哎呀兄弟 你从哪来 不顾一切过去 把这人给抱住 书中大爷来的谁呀 这小伙子可太了不起了 在这套书当中 他跟徐良并驾齐驱 是开封府的两根大梁啊 此人姓白 叫白云瑞 人诵出号叫玉面小达摩 这段书就是小达摩 白云瑞出世 宝刀贺穷贼 刀雪轻松狼牙剑 白云瑞是谁呢 就是前套书 最著名的英雄 锦毛鼠白云堂的儿子 白云堂这一生 性骄气傲 目中无人 保着钦差大人 严查散 查办襄阳酒郡 结果三探 冲销楼 命丧 童王阵 白云堂 为国捐躯死了 后来呢 把湖北平定了 钦差大人 严查散 奏凯环朝 在皇上面前 动了一本 有功的都是谁 为国捐躯的是谁 那当然手猎白云堂啊 任宗为这个事 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 因为他呢 跟白云堂挺熟 白武爷 曾经在乐武楼 献过意 皇上对他很器重 官风三瓶带刀 御前护卫 没想到年纪轻轻的 把命扔了 所以对待他的家属 格外优厚 在八宝金殿 亲自接见了白云堂的妻子 樊氏夫人 那年这个小白云瑞啊 才九岁 妙儿两个来到八宝金殿 任宗慰问了之后 当殿家风 凡是夫人 是一品告命夫人 白云瑞是四品阴生 归国家抚养 搏下来国币躺银十八万两 要在白云堂的家乡 修坟立墓建造祠堂 在当时来讲 这个荣耀 是压倒一般的 吴奶奶当店谢恩 带着儿子白云瑞 回到原地 浙江金华府白云港 他们这一来啊 州府县道官员 全都接来了 一直护送到老白云家里头 离着他们家十八里里 破土动工 修造白云爷的祠堂 建造坟墓 然后把白云堂的古祠坛 安全下葬 一直忙活了好几个月 才告平息 那咱呢 就得说开封府这些人的事 吴奶奶回到家之后 虽然说吃喝不愁 又是告命夫人 毕竟身边少了个丈夫 没事就掉眼泪 守着白云瑞过日子 说将来望子成龙 这孩子长大怎么办 现在国家给开钱 一直要抚养他成人 但是这个孩子干什么 吴奶奶跟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起码有一条 不让他学习武艺 他对武字太恨了 心说我丈夫白云堂 就死到这上头了 他呀没能耐 没有武艺 赶上重小楼吗 不上重小楼 他能送命吗 我前请第一根苗 就这么一个宝贝嘎的 说什么不能练武 让他气有学文 好好念书 好好做文章 长大之后 当个文官 或者当个买卖人 不要贪这些风险的事情 其实吴奶奶这么想 也不是没有道理 他就把老总管白福 叫过来 这白福跟这白玉堂 多半半 现在也有资格了 是白福的总管 吴奶奶告诉他 从今以后 我把少爷交给你 好好督处他念书 绝不准他练武 如果要违反这一条 我绝不饶你 白福领命 他就陪着白云瑞啊 住到跨院 但是这个白云瑞 从小就酷爱无数 龙上龙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盗动 挨着什么学什么 你想他爹在世 没事就打拳踢腿 他周围所处的环境 都是练武的 他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你鼻子都不让他练武 等于要他的命一样 白云瑞一看文章就打盹 一听说练武就来精神 后来背着他娘不知道 就跟白福商议 我倒说 你背着我娘 你交给我武术的 你跟我爹大半辈子 我爹的能耐你都会 你交给交给我有多好 不不不不 白福说这可使不得 夫人有严命啊 我要违背了 我犯法我就撒了 夫人一听说练武 那那那眼睛就冲了他的废管子 这我可不敢 白云瑞也来劲了 从小就有主意 把眼督子一瞪 我告诉你白福啊 你既然不教我练武 往后我不吃饭 他还拿了一把 这白福怎么办呢 只好背着夫人不知道 暗地之中传授的武艺 白云瑞这个基本功都是跟白福学的 您别拿着白福当一般的人啊 他就跟白武也在一起创当江湖 白与堂会的功夫他都会 只是他是当仆人的 所以没露出名来 你说刀枪棍棒高来高去 陆地飞腾 十八班兵刃各种拳脚各种长法 他这样样精通 从他心里来讲 他希望小少爷学武 他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 这要学好了能耐 长大了给武爷报仇啊 但是夫人有话 他又不敢不听 从心里去讲 他希望教孩子武术 就这样背着武奶奶不知道 念完书之后 就在院里头开始学武 白福告诉云瑞 倘若夫人宅问下来 你就说为了活动金骨 燕眠异寿 可不可以说别的 白云瑞说您放心吧 这么两句瞎话 我还不会说吗 只要你真交给我就行 要白福那是真交 眨眼之间 云瑞到了十四岁 跟白福学了五年功夫 这五年功夫练到什么程度 要说太高 这谈不到 一般的来讲 有个十个八个 到不了白云瑞的进钱 而且这几年光景 白云瑞这个子也窜起来了 十四岁 就好像成人似的 他那个脑瓜聪明的 比白玉堂有过乌不及 一教就会 一看就明白 所以白福在这五年当中 把所惠的东西 也全抖了个不得理了 五奶奶是一字不知 半字不小啊 就这么保密 有的仆人知道 也不敢跟五奶奶说 也该着出事 到了白玉堂 为国尽忠的六周年 祠堂都修好了 需要到那祭祀 五奶奶早就吩咐下来 带着儿子云瑞 带着老总管白福 仆仁仆妇 婆子老妈 赶奔白市祠堂 因为离着挺远的 头一天把吃盒都准备好了 烧纸芝麻香克 也都准备了 到了第二天 一家人起身 勾奔祠堂 十八里地 到了白杰港 这个地方也叫白杰坟 一看白五爷这祠堂 修得相当讲究啊 另外前面就是坟 这大坟头都有一房多高 坟前立着白玉的石碑 碑上雕刻的大字 白宫玉堂之墓 坟地外边呢 还有转圈的石头栏杆 栽种的各种花草 苍松脆白 吴奶奶一见着祠堂 心如刀脚啊 下了车就开始哭 跪到贡桌前面 一边烧纸 一边掉眼泪 嘴里是念念有词 父到人家想丈夫 那想起什么 他就说什么呗 白云瑞跪到母亲身后也哭 哭罢多时了呢 云瑞就劝 娘啊 以身体为重 我爹已经死了 人死不能复生 您说您哭坏了 身子怎么办 怎么劝也不好使会 云瑞没有办法了 是因为这时间待得太长了 这小孩 他叫做凡门 背着手就离开这坟地了 到外头转悠转悠 白胡呢 站到吴奶奶身后 皱着眉头 也抹眼泪 丫头脖子都在两边伺候着 谁也没想到 他正在这么个时候 来了一伙贼 为首的这个贼头 就是襄阳王府 漏网的贼头 叫并太岁张华 这张华跟白玉堂 解不开的臭嘎的 他们一共定凶三人 老大张文 老二张五 老三叫张华 都保襄阳王告绝 白玉堂闹王府的时候 张文张五双双毕命 就剩下这老三 张华那阵起事发愿 要亲手把白玉堂杀了 没想到没等杀呢 白玉堂死得冲销楼了 他老这么想 要解心头恨 拔剑斩仇人 我不亲自动着手 这仇没报 他就怀恨在心 后来襄阳王府 整个叫官员给打破了 张华领着一伙人 占据草丰山 当了流寇了 但是这个仇 他始终没忘 后来他一打听 白玉堂虽然死了 他还有后代根呢 叫白玉瑞 是个小孩 另外他又一打听 白玉堂有个媳妇姓樊 哎呀那是美人徒啊 从现在来算 他也就是三十挂龄的年纪 徐娘半老 哎 我呀 到他们家溜达溜达 仙宰白玉瑞 这叫负债子长 然后 我再把他这媳妇 抢到山上 如流取乐 我这就算报了仇了 跟手下人一商议 他手下这帮人都挺穷啊 一想这一举三得 又报仇了 又取了乐子了 把老白家一抢 咱们还发个财 头半年前 他们就预谋这个事 他们可不知道 今天是白玉瑞死的六周年 他们凑齐二十多人 起身心赶奔浙江金华府白鸡港 要不说不巧不成书呢 正在白五爷的坟地 遇上了母子二人了 并派遂张华 这才要动手心胸 这才要动手心胸 继续